粉丝大挑战 昨天的今日挑战 贝贝发现了一个奇怪的角色 就是这个萝卜 贝贝从来没遇到过 也不知道叫啥 难道是绝版角色 就冲这个也得玩一下了 这次呢还是非常简单的 有什么就上什么 不过这个七胜奖励 贝贝从来没拿到过 然后开始每日递宝 但是不要忘记今天的主题 粉丝挑战 呃我这怎么能算是熬夜呢 只不过是今天太美好 忍不住向明天借了一点时间 刚好他也发起了挑战 那就来吧 这也太久了一点吧 完蛋又匹配不到 这个问题真的是 耽误贝贝好久了 忽然能多出来 四五七粉丝挑战 应该算是一个系统bug 因为他匹配不到 完全看心情啊 比如上期匹配不到的人 这期又行了 打得我措手不及 所以开头没路上 那加拿我对战 只要不是在做任务 贝贝都会剪 如果匹配不到 那就明天再继续吧 这边他召唤了小鬼将士 我们让他打一下 也二回合 重环境 白嫖护盾 我最讨厌白嫖 和不让我白嫖的人了 第三回合 又是一个小鬼 管他不会是小鬼流吧 保险起见 重含冰 改环境了 破顿值也满了 这个是 可悲僵尸 我们重原始豌豆 再强化一下 僵尸获得致命效果 摸两张牌 一换一捕回了 还多了一个飓风 又是这个小鬼 他是不是在让我呀 这么多脑子都不用的 树桩还有强化 这总要抵挡一下吧 召唤宇航员 好吧 我确定了 我们一样卡组都不是狠奇 算不上什么什么流 无中生有 比六回合 丑人鱼轮到我们了 龙卷风弹射一只僵尸 再给它残坏一下 和外攻击一次 还有冰冻脑子 获得超能卡冰冻 它是真的没卡吗 都八点脑子了 也该上点厉害的僵尸了吧 怎么全是基础卡 给贝贝整不自信了 也不是在阴我 又是小鬼 这都多少张了 我们来个厉害点的 三线射手 给它吃点金克拉 让小鬼额外攻击一次 抽中大招了 人时豌豆没了 天花将是抽一张卡 还有一张小鬼 什么鬼 这个卡能带五张吗 还是有什么特殊效果 大家有知道的吗 最后被三线射手终结 惩罚就没有了 问题是 怎么来的武装小鬼